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人在这个世界中否认存在的灵界将喷涌到这个世界上 圣经讲述了一个时刻 一颗从天堂坠落的星星握有深渊的钥匙 解锁深不可测的黑暗并释放灵界的实体到地球上 圣经讲述了一个时刻 地球的大气将发生改变 空气将被深渊的烟雾充斥 使太阳和空气变暗标志着患难时期的开始 圣经讲述了一个时刻 前所未见的蝗虫将从无底洞中出现 备受于与地球上的蝎子相似的力量 以折磨那些没有神的印记的人 在我们思考有一些可怕的东西 从世界最深的坑洞中爬出来时 让我们反思历史不可避免的方向 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无序 或无原因发生的随机事件 它有着明确的目的 就像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故事 有着明确的开头和结局 它是更大的神圣叙事的一部分 在这个叙事中 每个事件都是全能者精心安排的 天上之谜的一部分 我们在世界各地目睹的事件 不是自发或混乱的 它们沿着由全能的上帝 预先确定的路径前进 历史确实在前进 日子在推进 始终在滴答作响 沿着注定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所塑造的预定线路前进 这些事件从黎明时刻到最终的日落 都注定要发生 每个时刻都被捕捉在 这个由创造者亲手编写的神圣之旅中 这所欲的运作不是随机的 它有一个开始 它将我们所有人 推向一个被选择的结局 上帝把历史放在一个时间线上 每个事件 每次兴衰 每次日出和日落 都与它的日历相吻合 当我们深入到启示录第九章 我们发现自己 陷入在一个可怕的叙事中 有一个可怕的东西 从世界最深的坑洞中爬出来 这一张充满了灵界生物和宇宙活动的描述 提供了一个灵界与我们的世界相碰撞的全景 这一张向我们展示了两支可怕的军队 被释放出来制造混乱 一支来自深渊的军队 一支来自东方的军队 尽管可能存在许多类似亚伯伦的天使 在这个坑中 但今天我们将专注于来自深渊的军队 无底洞的军队 他是被授予对地球具有毁灭性能力的天使 启示录九章一至十二节 第五位天使吹号 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 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 他开了无底坑 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 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 有能力赐给他们 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并且吩咐他们说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轻物 并一切树木 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 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 这痛苦就像蝎子是人的痛苦一样 在那些日子 人要求死 绝不得死 愿意死 死却远避他们 蝗虫的形状 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 头上戴得好像金冠棉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胸前有甲 好像铁甲 他们翅膀的声音 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 有尾巴像蝎子 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 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 按着西伯来话 名叫亚巴顿 西利尼话 名叫亚伯伦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 还有两样灾祸要来 约翰在巴摩岛上 得到了末世的启示 目睹了一些极之非凡的事情 启示录第九章 一节的叙述说明了一颗星的坠落 然后被赋予了无底洞的钥匙 无底洞被描绘为邪恶天使 或恶魔实体的拘留中心 正如约翰所提到的 并在启示录二十章三节中看到的那样 这个深渊是被预言将被囚禁一千年的撒旦的所在地 启示录九章一节 约翰说 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 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 约翰对这颗星的描述 强调了他的性别 经文中被指为他 他观察到 从无底洞中出来的邪恶生物 并不是没有人领导的 而是由一位统治者掌控的 这位国王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 而是一个重要的邪恶势力 操纵着那些在他指挥下的邪灵的行动和影响 他的希伯来名字是亚巴顿 希腊名字是亚伯伦 然而 这个叙述并不是从这里才开始的 我们可能已经熟悉亚伯伦这个名字 因为它出现在各种电影和视频中 许多人也听说过毁灭者亚伯伦这个词 尽管这个名字可能很熟悉 但实际的邪恶生物和它所具有的力量 通常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 大多数人认为 约翰所指的这个邪灵是撒旦自己 并把它称为毁灭者 然而亚伯伦并不等同于撒旦 让我和你分解原因 启示录第九章一至十二节 引发了许多圣经学者之间的争议 这个生物的身份在圣经中没有明确指定 但经常被辩论 一些学者认为 是撒旦被赋予了这个钥匙 而其他人则认为 是一位天使被赋予了这个钥匙 在获得钥匙后 这个生物打开了无底洞 释放了像蝗虫的实体 由一个被称为亚巴顿 或亚国伦的统治者所领导 这两个名称都意味着毁灭者 虽然一些学者认为 这是对从无底洞中出来的蝗虫的描述 其他人认为 从坑中出来的是未得救的腐烂灵魂 还有人认为 这是对约翰所看到的 今天的战斗机的描述 由于他所处的时代的限制 他只能将它们与蝗虫相联系 还有人认为 这是一支从深渊中出现的恶魔军队 深入了解 他们对于蝗虫的描述 会发现 这与我们对蝗虫的典型看法 存在巨大偏差 圣经中约翰的启示 包括天使吹号的叙述 每个号角都预示着 比上一个更严重的灾难 第五 第六和第七号 被称为三祸 在启示录中 撒旦被描述为 毁灭者被囚禁 这形象和他圣经中 其他地方的描绘 形成鲜明对比 因为撒旦在圣经其他地方中 被描绘为自由的存在 台怀在地球上 彼得贤书五章八节说 物要谨守 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这里提到 魔鬼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这个区别很重要 因为他否定了撒旦和亚伯伦 是同一个实体的假设 亚伯伦似乎更可能 是撒旦统治下的主要天使之一 等待被解放 以行使他的毁灭力量 思考亚伯伦的身份 以及他为何被监禁 引发了我们思考他 未来扮演的角色 以及他被释放后 随之而来的毁灭 他鼓励我们反思隐藏在这些 启示中的神圣故事 亚伯伦被赋予控制恶魔灵魂的力量 他还拥有摧毁地球的指定权利 作为毁灭者 亚伯伦带领着邪恶灵魂的军团 这些灵魂呈现为蝗虫 具有蝎子的力量 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了解 居住在这个无底洞中的实体 他是恶魔 撒旦的天使 和许多处于天使统治下的灵体的避难所 启示录九章七至十节 像他们描绘成像被战的马一样 带着王冠 有人的面孔 女人的头发 狮子的牙齿 铁的胸甲 他们的翅膀发出战车奔驰的声音 像许多马冲向战场 而他们的尾巴像蝎子一样 这个形象与普通的蝗虫明显不同 一般的蝗虫类似于蚂蚱 没有人的特征 也没有马一样的形状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 约翰对蝗虫的苗是比喻性的 反映了这些蝗虫的任务和数量 而不是它们的外貌特征 传统的蝗虫毁灭植物 通常出现时 是数以万计 多到无法计数的 显然 这些不是普通的蝗虫 它们不攻击植物 而是像蝎子一样攻击人类 它们代表对地球释放的恶魔军队 而它们的数量 将远远超出技术的范畴 圣经讲述了 撒旦从天堂坠落的故事 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 向我们展示了 在他统治下工作的 不同等级的邪恶灵体 它们具有不同级别的权力 和邪恶程度 就像天堂中有领导天使 如大天使 指导其他天使之行任务 如战斗和传递上帝的信息 同样的 撒旦的王国中也有领导天使 这些恶魔实体 也按照一种有序的结构运作 亚伯伦似乎领导着一群 被描述为蝗虫的恶魔生物 归属于撒旦的军队 但无论亚伯伦和他的军队 多么强大和具有毁灭性 它们的能力都不是无限的 唯有主才是真正全能的 然而亚伯伦在地球上的力量 仍然非常影响力 不容忽视 我需要注意的是 关于这些蝗虫的身份 还有其他的解释 有人认为 蝗虫代表现代或未来的战车 或战争技术 如战机或无人机 也有人认为 这些蝗虫 是从深渊释放出来的恶魔 或邪恶灵魂 用来折磨那些额头上 没有神印记的人 凸显了末世的属灵战争 历史正在沿着一条线前进 历史正在沿着一条线前进 它有一个开始 也将有一个结束 上帝将历史放在一个时间线上 圣经为此作证 保证我们正在沿着一个 计划好的预言事件 以及岁月的流逝的时间线前进 我们今天谈论的是 日历的翻转和岁月的流逝 它不可阻挡地将我们推向 上帝预言时间表中的一天 那天将会有可怕的事情 从事件的深渊中爬出来 启示录的约翰 在谈到亚伯伦及其军队的到来时 从不用如果或也许这样的词语来表达 他总是将这些事件 视为确定发生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方式 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唯一不确定的是 这一事件将发生的日期